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說起吃中菜 可能想到的就是一張大圓桌 相對地比較吵集、熱濫一點的環境 不過現時的精緻中菜 玩法就不是這樣 除了環境夠美、食物夠精緻之外 就連食材都用上來 至大江南北五湖四海 今天就讓我用中菜帶你們環遊世界 近年很多中餐廳都慢慢走向現代式格局 今天這間中餐廳都不例外 雖然環境都有現代設計的味道 不過在口味上就創新和傳統都平衡得到 在正餐來之前我就叫點心試試 因為這裡的點心都幾出名 就像這個招牌黑松露水晶蝦餃一樣 非常飽滿的一隻蝦餃 折紋多來皮都不怕太厚 而鮮蝦的鹹鮮味加上黑松露的香氣 都真的幾合 這個蝦餃可以說是贏在細節 既然點心這麼出色又點指示一樣 這個黑紅魚子海鮮餃 雪魚子加上飛魚子 兩種不同的魚子、兩種不同的鮮味 再撞上由菠菜質皮包裹著的蝦肉 三種鮮味互相融合 絕對是味覺的享受 接下來還有另一個享受 就是椰青松草花裸頭燉雞湯 去油去渣的青雞湯加上椰青肉、松草花和裸頭肉 有裸頭和雞湯的鹹鮮加上椰青肉的甘甜 好味就自然不在話 頭三樣東西都這麼出色 後面的簡直令人非常期待 話明帶大家用中菜環遊世界 第一站我們去到北京 先看看這個北京片皮鴨 這裡的做法是兩吃的 除了經典的片皮做法之外 還可以做成鴨鬆 然後加上新鮮的生菜包著一起吃 我當然先試一下這個經典的做法 在這裡的北京片皮鴨 除了牠們的鴨本身是主角之外 就連包著鴨的皮都很值得一提 因為他們不是用外面買回來的現成貨 而是用自己搓粉團 加上京蔥一塊一塊煎出來 所以你看到牠們每個形狀都有自己的想法 因為真的是人手做出來的 相當之有誠意 皮脆肉亂心香 加上外面這個手工包著鴨的皮 煙煙韌韌的夠口感 配合鴨皮本身的脆 和皮水看上去 脆脆脆的香甜的味道 無論是口感還是質感上 都有很多不同的享受 上這個北京片皮鴨 作為這裡的招牌菜 我真的覺得是必點的 片皮鴨剩下的肉 師傅也不要浪費 將它做成鴨鬆 加上馬蹄、冬菇、蘿蔔一起炒 加上脆脆脆的新鮮生菜夾著一起吃 就算是怕碳水化合物的朋友 也不怕胖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下一道四川口水雞 這個口水雞可以說是帶我們 飛越了北京去到四川的另一個層次 因為師傅說它真的為了這裡的口水雞 去到四川拜師學藝學回來 到底有什麼巧妙在裡面呢 這個四川口水雞 一吃就知道是正宗的山城做法 加入了花生醬、芝麻和花生碎 還有比較厚一些 濃稠一些的辣油在裡面 如果受得辣的朋友 真的要來試一下 因為正宗的四川做法 在中菜裡面 如果不一定要去到四川 或者村菜餐廳 真的比較少見一點 但不受得辣的朋友 可能就要斟酌一下辣 因為真的挺辣的 而且迴金還有一層麻勁湧上來 和四川吃到的村菜 是真的如出一切的 所以師傅很厲害 作為一個粵菜師傅 可以將村菜的精髓 四川口水雞 放在這一道菜裡面 用來送飯 我想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介紹的這一味 就要跳出中國 離開亞洲 去到西班牙 西班牙黑豚肉厚切叉燒 師傅說 他們特地選的是西班牙黑豚肉 用的是肥豬腩豬肉的部分 因為那個位置會肥瘦比較均勻 用來做叉燒是一流的 這個叉燒真是不得了 大大口一口放進口 那種肥油的感覺 但這道菜師傅就正正地告訴我 他們的做法 就是把叉燒裡面的油逼出來 所以你吃進口的肥豬肉的部分 是爽的 加上西班牙黑豚肉 本身的肥瘦比較均勻 看上去是晶瑩剔透的雙間 吃進口的時候 就不會一口只是瘦 或者一口只是肥 而是整口吃下去是均勻的 一口都可以吃到瘦肉的回甘 和肥肉的香甜 加上你見到它面頭 黑色這一層千萬不要以為是焦了 而是他們專門用黑醬油 塗上去之後再烤多一層 加上這個甜蜜蜜的蜜汁 這個黑豚肉叉燒 我真的會給到很高分 不捨得都要捨得了 接著就要介紹今天 最後一道主菜 蘋果黑醋豬爽肉 這裡說的黑醋 是用了三種黑醋 分別就是意大利陳醋 中國的陳醋 和蘋果醋 所以你看到上面的顏色 全部都不是色素 是天然的顏料 師傅將三種不同的醋 混合之後成為他們自己的獨門秘製醋 加在豬爽肉裡面 而豬肉的添蒜都花過一番心思 簡算是豬頸放一點點 豬胸上一點點的部位 吃下去會比較爽口得來 又不怕說很油膩 加上黑醋和蘋果調味 我想作為一餐的結尾是最合適的 試試看 因為吃下去不怕有豬的肥肉的油膩感 但又不怕像瘦豬肉一樣乾了 而是一咬就開 有少少似咕嚕肉的味道 如果說到咕嚕肉的話 你也猜到 加上蘋果和相對應的陳醋黑醋 一起去煮 一定是夾到無論 這個時候不吃白飯不安樂的朋友 應該會叫兩碗白飯來送去 但我便要介紹個糖水給大家 這個陳皮凳雪梨 都是這裡的名物 清而不利的雪梨糖水 甜得來又不怕好漏的雪梨味和陳皮味 將為一餐的收尾 真是夠完美